如果问不用替身肉搏最强的周周是哪个 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人形白金乔纳森 但其实周周加身体天赋最强的还是年轻时代的二乔 大乔的力量巅峰就是手撕铁链反杀初代吸血鬼板的迪奥布兰度 但如果结合战斗潮流中的设定体系的话 我们会发现乔瑟夫可能是最有战斗天赋的周周 根据周周6251设定内容 二乔的评价是史上最具天赋的波纹战士 只有丽莎丽莎和终极生物卡兹的波纹水平超过了二乔 尽管没有经过系统的修炼 但二乔在少年时就已经掌握了波纹的力量 史特雷成为吸血鬼后恢复了青春 他也学会了气化冷冻和空烈眼刺惊 虽然由于个人的选择 史特雷的实力可能要弱于一步的迪奥 但史特雷对于波纹呼吸的了解也要有胜于他人 可即便这样史特雷还是被年轻时的二乔反杀了 尽管这里面有科技的进步 但二乔的战术策略和波纹天赋才是真正的胜利原因 虽然桑塔纳被卡兹嘲讽为没有长大的小鬼 但助男对吸血鬼是全方位的碾压 不论是力量速度还是能力和知识 桑塔纳都可以在瞬间秒掉一只成年的吸血鬼 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 二乔还是找到了圣机 成功逆风翻盘 不论是面对齐贝林大叔直系后代吸洒时的五五开 还是战胜瓦姆吾后 残血状态下仍能手撕吸血鬼的实战表现 都足以说明二乔个人实力的强大 可以说如果是年轻时的二乔对上一步的吸血鬼迪奥 二乔的胜率是百分之百 聊完天赋我们再聊一聊二乔的身体素质 同样是初次面对空裂眼刺金时两人的表现 大乔虽然第一时间察觉到了迪奥的异样 做出了防御规避的动作 但还是被迪奥的冲击波成功命中 史特雷通过伪装吸引二乔接近后使用空裂眼刺金偷袭 二乔在极短的距离下表现出了远高于大乔的敏捷 在闪避的同时还成功用脚踢中了史特雷 乖宝宝大乔学生时代是学校里的拳击好手 二乔此时的战斗经验应该都来自街头斗殴 这里要科普夏二乔上学时曾因打架被多次训教 即便在没有修行波纹呼吸时 二乔就已经可以正面抵挡桑塔纳的骨剑了 要知道桑塔纳当时的攻击压力可是每平方厘米825公斤 即便单纯考虑肉体强度 二乔也不会输给人形白金的 高攻高敏高防御 跟随丽莎丽莎修炼后二乔已经有信心硬吃住男卡兹的飞踢 被卡兹一腿踹中腹部后二乔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伤 愤怒下的二乔更是全方位压制了没有进化的卡兹打人 可以说二乔史上最强波纹战士的评价是实至名归 其实按照精神力量决定替身强弱 就算是老年后的二乔觉醒也不该是赢者之子 不过这个替身的能力倒是很符合二乔作为至江的战斗风格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哦